各位乡亲大家好 今天关于美国大选僵局的诉讼案子 有一个判决相当重要 就是宾州最高法院关于川普阵营提出的诉讼请求 这个诉讼请求有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就是 选举观察员 就是共和党的选举观察员 就是说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权力 行使他们观察选票 就是审核选票的职责 就是安排的距离太远 就看不清选票 之前还有很多个说法 就共和党这边的选举观察员 说不让他们去现场监票 所以他的诉求就是 所有没有共和党这边的选举观察员 他们充分行使职责的 这种这种计票都应该废除 设计这方面的票数呢 应该是在六十几万 有人说七十万 那我觉得应该是六十几万 这个诉求啊 被法官以五比二 就驳回了 有七个法官 五比二驳回 关于这个案子的法官判的 这个怎么样 我看好多争议 好多争议 我也看了好几个英文媒体的报道 我大概是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乍一听啊 就共和党这边提出的诉求是 还是很很有道理啊 确实很有道理啊 就是说你计票啊 双方我们应该行使 双方两 就是两党嘛 两党啊 就是共和党民主党啊 两方的这个选举观察员 起码的应该啊 就是我们看清你这个操作 就是计票过程啊 看清你这个操作 如果我看不清 等于没有见证啊 那我就有权不承认你这个 计票这个结果 但是法官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决呢 他其实 这就涉及到美国大选的一个情况 很多人认为这个选举事务是联邦事务 不是各州的 但恰恰相反 选举是 各州的事务 因为各 由各州政府啊 州议会啊 来决定这个州 我们怎么选 如何保证公民的投票权 有的比方说 这个选票截止日也不一样 从几点开始 几点结束也不一样 对选举之后 计票的安排程序也不一样 公布选举结果 这个日期也不一样 由各州都不一样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 你又没法用联邦来确定 因为他 美国大致到美国的州权 美国的州期的严格讲 是一个共和国 是一个国 他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就这个选举 首先是个州的 这个居民 他来行使选举权 这个是联邦 无法介入的 这是无法介入 自治嘛 自治才知道 自治啊 美国都是一级一级自治的 州是州的自治 县是县的自治 一个一直到市 都是自治 最后的确认结果之后 到联邦 联邦只是有联邦层面上的 会级选票 决定总统副总统啊 他在那个程序安排 是由联邦来安排 但选举最基本的是 选民投票 这些事物都是由 州啊 或者县啊 就是选举委员会 或者州政府啊 县政府啊 或者相关的这个机构 由他们来安排的 法官就 就认为啊 就是这个观察权啊 就是观察员 观察权 首先你不是一个 你不应该行使审核权 大家知道审核权 要观察两回事的 观察员只是看 你可以提出异议啊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没有决定权 如果要是你有审核权 是这就意味着这个 这个计票 还要多了一个审核的 这个安排 这必须要有法律授权的 比方说有人在数票 有人在审核 你这个观察员 其实观察员和审核员 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观察 大家知道你是个旁观的 允许你观察 允许你提意见 但是你不是计票过程的一部分 如果你要是确定 比方州法律 或者 这个议会授予你这个审核权了 大家知道 这就是计票过程的一部分了 就是等于说 张三 鼠票 李四 在旁边负责审核 每张票 我都有权审核 必须 你这个计票的结果 必须我给你签字 你这个计票才有效 这个叫做审核权 如果你要有审核权的话 那其实你就不是观察员了 大家记住 你就不是旁观者了 就各州的这关系计票 他都是大门人志愿者担任的 就是两党都怕对方捣鬼 都是在各个投票点 计票 计票现场 都会有两党的义工 大门人义工 观察员 等于体现为公平 都可以现场监督 但这个监督 大家记住了 不是 法律所授予的 一个审核权 这个审核权 大家知道 是一个 是有否决权的 或者 这个选票 计票有效的确认权 这是非常严正的一个区别 所以这个 川普提出这个诉求之后 有以这个观察员 没有看不清选票 为理由 就是没有 见到 等于说 选举委员会 没有见到义务 他我看不清选票 距离太远了 距离太远了 然后 你这个选票 计票结果 我不承认 就无效的 也只是说 你听着有道理 其实并没有道理 并没有道理 因为 关于这个选票的 这个 这个计票 或者是复合 我相信 各州都有规定 不是说 咱们这就像银行 你去办事一样 其实都有的 都有的 但现在 现在其实 这个争执点在哪 共产党这边 川普阵营这边 输了 因为在这个州 他提起诉讼的地方 都是不占优势的地方 就是选举结果 公布 都是不占优势的地方 所以他就主张 他认为 他的选票落后 是因为 对方作弊了 你对方 为什么作弊了呢 首先你作弊的体现 就是你不让我的观察员 审核 看选票 然后你就 你就是作弊了 你作弊这个结果 那我就不承认 那事实上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 法官认为 这个法律没有授权 你没有审核权 你不是选举的这个 计票过程的 法定的一部分 问题是 川普阵营呢 他把直接把计票的 那就等于说 选举委员会的 这些官员啊 计票的工作人员 都当作舞弊方 他直接等于 他就两方了 他就两方了 就等于说 我指责你舞弊 你舞弊 你怎么舞弊 就不让我看选票 然后你舞弊了 舞弊 然后我就不承认 你的宣核结果 这个首先 我认为这个就 这个出发点 就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在选举官员看来 你们民主党和共和党 我对你们是 安排是 一视同仁的 这个方面 没有任何人否认 就是 因为现场这种计票过程 都是有录像的 就实际情况 就是说 各个计票点的 争执点的 这些地方的 共和党的这个 观察员 人数要多于民主党 就各州的 安排的 现在主要是 我们就说宾州 或者乔治亚州 现在也在发生这个情况 就是你的观察员 你要离这个计票的工作人员 要有一定距离 一般六英尺 或者多少英尺 这个距离 法庭 法院 或者法律 没有规定 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 你必须 低于多远距离 或者是 超过多远距离 都没有规定 有这个宣经委员会 或者县 他们叫聚 就以这个县 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安排 一般是比方说 来一道线 这个线外 是你观察员 谁都可以查 你拿外眼镜 你说你看不清 你可以拿外眼镜去看 事实上在看 很多地方都是拿外眼镜去看的 都是拿外眼镜看的 它不会允许你 直接介入到 能接触选票的这个地方 因为接触选票 或者你亲自过手 这个是不可能 因为你不是计票的一部分 不是法定的 计票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没有授予观察员 都人人可以去接触选票 去亲自去验证那个选票 没有授予你这个权利 没有授予你这个权利的话 他做安排的时候 比方安排这个桌的远近 隔离线远近的时候 他不会就不会说 以保证你能看清楚为前提 或者你让你更方便 是吧 或者你直接就 直接就一个桌子两面 你可以非常近的去看 这个就不存在 为什么 选举委员会 它其实不管你这个 民主党和共和党 它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事务性的 我就去搞这个事务性 我怎么保证选民投票 进行计票 这个计票呢 其实大家知道 这个计票的 计票的工作人员 或者什么也好 其实也不是都属于民主党 或者都属于共和党 并且你们双方都有 你的观察员 我都允许你们到现场来看 但是一视同仁 所以法院呢 依据这种 这个原则 就判定 就是川普这边 其实就败诉 你提出这个 否定六十几万张票的 这个 选票的有效性 计票结果的 这个诉求 是不支持的 就是否决了 否决之后 我看朱连尼啊 还是要说 去上诉 上诉到最高法院 他认为州法院 是民主党控制的 所以 官司大叔了 其实我觉得这种 这种案子 这种案以后 你的诉求啊 你上诉到最高法院 也不会得到支持 因为你事儿 盖不过个理去 现在整个利益 就是错的 你直接指责对方 你把什么 你把这个 共和党啊 就比方说川普阵营 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 州的选举官员 和县的选举官员 这些计票员 全部对立起来了 你成了 你的理由 就是指责人家 对方作弊 直接指责对方作弊 事实大家知道 又不是这种情况 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 你们是两个当事人 选举 他应该是中立的第三方 中立的第三方 直接指责对方作弊 你等于成为 对方拿对方当被告 拿对方当被告 你要有拿出依据来 就谁哪条法律 他知道谁提出 谁主张 谁这种诉讼 你提出的主张 你就应该拿出法律依据来 就是宾州的法律 或者什么这个 授予你 观察员有审核权 就是你能决定 如果你不会过手 你不签字 你不承认 这个计票过程无效 你要拿到 有这样的法律依据 那是没问题的 但事实上 大家知道 全美国 全美国 无数个 这样的场所 投票或者计票的过程中 观察员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一个州 把观察员 签字不签字 认可不认可 作为这个选票 是否有效的依据 事实上 你也没有办法这样 你这样搞 就无穷无尽了 那就无穷无尽了 就什么 等于说 人本上 等于说观察员 也作为审核员 就有审核权 有审核权的话 那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另外他觉得 我没看见 是吧 你去现场审核了 我没看见 我也要要审核权 这玩意就无穷无尽了 所以这个不可能 不可能设置 这样无穷无尽的程序 周法院这样判 他有他的法律依据 你没有提出主张 法律没有受益你这个权利 所以你的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支持 这个就无效 这个就无效 这个诉求就不合理的 就要否定的 到联邦也是一样 如果联邦要是说 就支持川普阵营的诉求 按这个 按朱利安尼的说法 到最高法院 意思就是共和党占有了 大家都知道一个数 叫做6比3 之前叫5比4 现在叫6比3 又巴雷特大法官 那也上去了 有所谓的保守派 6个对自由派的3个 朱利安尼说的意思 我到那去 我就能赢 其实我觉得 这个赢的可能性 极小极小 如果要是说 联邦法院支持了 川普阵营的诉求 那就意味着 全美国所有的计票 都可以不算数 有随便任何一个人 提出观察员 提出这个要求 我没看清楚 你没让我看清楚 你没让我亲自 接触这个选票 你没让我保持 足够近的距离 我没有我的签字 没有我的同意 你这个选票结果 就是无效的 那这个选举有什么意义呢 整个美国都因为 这个就无穷无尽了 咱们再记住 就无穷无尽了 那就重选呗 重选 这样重选 有没有意义 为什么你还要重新做出 全联邦的 全美国的 一直到现在 做出同样的安排 来确定这个 其实这样一主张 就是属于开放审核权 这个法律上 任何一个学法律 就知道 这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的 你拿同样的理由 比方说张三 以这个理由 拿到了审核权 拿到了 他有权否定 或者确认这个权 计票结果有效 或者无效 那王五麻六 什么侯七 张八 都有可能 都有权 去要求这个东西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因为观察员 又是不定数的 我也观察了 你没让我 比方说同样观察员 是吧 民众大人说了 你要这个权利 我没 我还不认可呢 你认可 我不认可 观察员打起仗来了 观察员又打起价来了 大家觉得这个事 可行吗 所以这个就不可行 这在法律上 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不认为 这样的案子 到最高法 还能翻过来 这个可能性 是极小的 当然 当然就是 以朱连海 你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 他最好别这样说 最好别这样说 你这样说 是问题的 非常严重的 就是你 首先就 确定了什么 确定了 因为最高法院 哪一级法院 首先要 依法判案 咱们说 要依法律为准生 这不是中共的 随便捏 法律跟不存在一样 这是美国 美国还是有 相当大的 法律 它有 它的尊严 你现在 首先你限制说 你在民主党 民主党占优的州 你没有 没有赢 你把它确定为 党派政治 因为党派原因 那意味着 如果要是说 到最高法院 像你说的 你判赢了 那时候 那就所有人 所有的美国人 都可以怀疑 最高法的权威性 最高法是一举党派 一举党派的观点 来判你赢的 那朱利安尼 这种说法 他说法 等于把他自己 倒给堵上了 如果巴黎特也好 包括什么 卡瓦诺 或者那些 所谓的这个 这个共和党的 这个保守派的法官 或者尤其川普 提名的大法官 如果要做出 有利于川普的判决 大家可想而知 这些法官 立刻就会被 质疑 就是思乡授受 党派政治 那最高法院的 权威何在 就没有任何权威了 最高法院的 我跟他讲过 最高法院就那么几个 说白就九个人 手无寸铁 他就靠着 公正 离开公正 这俩字 最高法院 跟街上卖甘蔗的 小饭没有区别 跟没有区别 权威 荡然无存 没有人再信服他 所有人都不再 拿他当回事 美国就彻底都完蛋了 现在议会 白宫的这个 三权分裂 两个权出问题了 现在如果要 最高法院再出现 这样的情况 大家想想 美国就彻底就完了 所以朱利安吉 这种说法 我认为是非常欠考虑的 非常欠考虑的 就像他们之前 提出这种诉求 指责全美国 整个机构 整个美国 美国制度 都卷进去了 都来对付 都来对付川普的 所有人 都是川普的敌人 你要支持川普 你是应该的 你凡是川普 不占优势的地方 都是有对方 有集团作弊 这方面 我看川普阵营的团队 朝这个方向 努力走太远了 走得太远了 你这种说法 如果要是说 想指望着 以证明 有外国 比如中共参与 不管谁参与 或者跟民主党 甚至现在 川普阵营指责 州长 乔治亚州州长 州务卿 收受了贿赂 收了回扣 用了投票机 投票机就自动改票 然后所有的 包括鲍威尔 这个律师 女律师 还指责CIA和FBI 也介入了 这种指责 你在最高院 怎么能可得到支持呢 是吧 就是说 以这种证据 要求最高法院 做出有利于川普的判决 我觉得这都是痴心妄想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这种指责 你必须拿到铁证来 什么叫铁证 你指责对方 比方 软件出问题了 软件是故意搞的 当时你首先拿到证据 不是说委内人拉 什么所谓的一个 查维斯的一个警卫 给你发了一个 发了一份证词 或者某个证人 就是宣示证词 这种证词 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大家知道 任何证据 尤其你涉及到对方 这种有组织性的舞弊 这是几乎是我认为 联邦史上 几乎最严重的指控了 这是正巴警的形式指控 这种形式指控 这个属于公诉的犯 属于司法部 属于FBI 属于司法机构去侦查 去调查 然后确证 所有的证据 经过双方制证 然后最后 经过大陪审团的裁定 确定这个罪名 他说你川普阵营 你只是一个当事人一方 总统权势在这个时候 是不管用的 川普的总统是不管用的 这不是一个总统 他的总统量在这 是无效的 因为他是当事人一方 他指责对方 是这种严重的 刑事罪犯 以这种理由要求法官支持他 他前提这个罪名必须要认定 你要没有这个罪名 这个罪名没有认定 没有经过法令的程序认定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法 咱们你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做出这样的裁定 就是采纳了川普的说法 说是选举舞弊 然后直接比方判川普赢也好 或者判定重新大选也好 他的前提 所以说这个 对方有组织舞弊的罪名 必须落定了 必须办成铁案 如果现在支持你这个 最后那个案子就没有落定 甚至最后根本就不了了之了 对方罪名没有认定 那就代之了这就无罪 无罪后 那最高法院就有罪了 这几个大法官就有罪了 你们想想这种可能性有吗 我看好多朋友都是非常非常乐观的 这个必赢 川普必赢 必胜必赢 还动不动 国会宣布了 什么什么什么宣布了 什么这个拜登当选 这个无效 没有当选 反过来讲 川普也没有当选 就现在美国没有出现 法律认定的 这个选举结果 现在没有 首先选举的会议没有召开 各州的选举结果都没有出来 等他各州这个出来之后 看看谁赢了 谁过半数了 如果再要打官打官 最后法院最高法来裁定 最高法来裁定 最后出来一个 出来一个赢的 那个才是合法的 合法的总统 合法的下任总统 在没有走完这个程序之后 之前拜登也好 川普也好都一样 都是说白了讲 都叫当事人 仅此而已 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 就是这种盲目的乐观 就从一开始 就大选之前 大家记住 我说我说黑暗降 我说告诉大家 黑暗降临 大家做好 经受最后考验的准备 当时就很多人 就激动的就不行 好像了不得 马上就胜利了 出现一点点好消息 就赶紧的去传 赶紧的乱传 根本不管那个消息的真实 有很多消息 根本就进不起 常识的推敲 也进不起逻辑的检验 明显的就是 瞎扯淡的东西 然后有的人就传起来 乐死不疲 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是要反共 我们要中国民主自由 我们要世界民主自由 现在成了挺川不挺川了 从挺川不挺川 又成到一个 又到了一个什么 我们会 会不会每个人做成换决 现在我看好多人 都做成换决来了 比最高法院还厉害呢 动不动川普必胜 川普一定赢 川普赢了四百亿人票 可笑不可笑 可笑不可笑 如果从把一个反共大义 涉及到上帝的最高法则 人间大道正义的这样一个诉求 最后把它一变成一个 对川普的支持和不支持 最后介绍到美国的 很多我在讲 我们既没有选票 更不可能影响美国的司法 最高的司法 很多人偏偏的在这 一个个乐死不疲的 这种乱传这个乱传这种 表现的那种乐观 根本是无法理解 好像上帝对你耳朵 说话说 川普一定会赢 最后 大家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最后结果是什么 最后结果其实 如果要川普赢不了 怎么办 那怎么办 大家知道 这就是中共的策略 中共就会不会引导大家 你看美国完蛋了 这就是你们要的美式民主 就是说 拜登又是赢了 也是作弊偷来的 也是作弊偷来的 只要川普不赢 其他拜登赢就 一定是犯罪 一定是舞弊 那美国民主还要什么灯塔 我们还追求民主干什么 川普今天所做的指示 我告诉他 这个人没有政治智慧 问题就在这 他上次竞选 就打着旗号要消灭 要清理华盛顿沼泽 要清理深层政府 要还权于民 这四年还给老百姓什么权力了 清理了华盛顿 什么沼泽了 你在当总统 有正把你行使总统权力的时候 清理谁了 做了什么工作了 到四年之后 到现在又是这一套 他这个华盛顿沼泽 我今天要特意给大家讲的 他不是就那么几个人 他是就像恐怖主义一样 大家知道恐怖主义 是极难极难清楚的 因为我们发现 他是一种思想 是一种价值观 是一种行为模式 他有他植根的土壤 美国深层政府 他也不是支持美国 有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这种深层 这种政治 因为政治就是阴谋 政治本身的属性 就是阴谋 它就要操作于密室 古往今来 所有的政治都是一样 你看中国的地方 你看春秋 看看战国册 那里边一个个什么合纵联合 哪个不是密谋的 那些什么反奸计啊 或者这些都三十六 三十六计怎么玩的 哪个是公开的 公开搞的 你搞政治就是要 说了你说阴谋 有的不愿意听 那就叫全谋 把权子去掉 叫谋略 再通俗的叫智商 对付一个古往今来的人类的一种 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或者一个就是一个集团 确定的 把他这些清掉 这事就完了 就结束了 花人的沼泽也没有了 不是的 他是像极端恐怖主义 他是一种价值观 思想观 就思想价值观 就知道 这种行为模式和思想 思想模式 或者是一种逻辑 是一种逻辑 他有他的直根的需要 因为世界没有实现 终极民主 戴意志民主 必然就产生这种弊端 这种阴谋的产生 就源于什么 源于 戴意志民主的不完美 民主制度 就包括美国今天这个制度 不完美的民主制度 必然产生这样的 这样的黑暗的现象 老百姓无权介入 他们也不想让老百姓介入 几个人操纵 或者几个组织操纵 这个圈 它不是光今天美国发生 全世界都一样 不管专职还是独裁国家 这种情况都是在频繁的发生 在这个时候 川普你凭什么 你说你清理沼泽 你拿什么清理沼泽来 你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 张着嘴说着 说着东西干什么 这种事是 是能公开说 公开做的吗 属于做了都不能说的东西 当然你要说 从选举的角度 要迎合选民的需求 要体现出自己的 诉求来打动选民 拉票 这个讲无可厚非 但很多具体 做起来的时候 几乎 我认为 以川普的政治智商 也只能说一说而已 他没有任何的能力 去处理这方面复杂的事 美国历任总统 哪件事 像这样的 帮别的 肯定就这样干死了 怎么着了 到今天有 有什么结果 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五十一区 五十一区 谁看见了 美国政府承认了吗 只有阿巴马承认五十一区 五十一区到底干什么 谁知道 深不可测 这个深不可测 不一定就是坏的 他正常的 大家知道 美国 美国有国家安全局 美国有CIA 美国有FBI 美国有国家机密 大家知道 那些机密 他不是 就一定是坏的 但是他也是 深不见底的 不能见的 全世界不都一样吗 所以这些东西 是属于 有些时候 属于能做 不能说的东西 川普恰恰是 说了不做 他也做不了 就只当做一个 政治诉求 当做一个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个 就一穴头 他具体操作起来 又频繁的失策 频繁的失误 我对川普 最大的意见就是说 他给他自己 树了一个敌人 就是FBI 和CIA 司法部 所有对他不利的人 都是华人的沼泽 都是阴谋 都应该被清除 他把整个政府机构 这方面的机构 情报机构 执法机构 都放在他的敌人 这个角度 但是他又没有团结 正义的力量 这就是我对川普 最有意见的一点 就在这 这是最基本的智商 你想跟这些人斗 你要团结好人 团结建立你的统一战线 靠你自己 你跟谁斗去 最后把人家被人家捏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是吧 完成自己的总统秀 自己的政治秀 自己的舞台秀 牛牛屁股 唱个歌 祷告两声 这事就解决了吗 那简直叫荒谬 那美国政府内部 也不都是 居心剖色 也不都是坏人 好人正义的人 有的是 我也接触过 FBI和CIA 我都接触过 那好人有的是 他们也对现实不满 他们也对那些 跟中共勾搭的人 也不满 但是我没见川普团结谁了 反正把他们一杆子都 咱们就一杆子打翻 一传人 敌人 接着搞得到处都是 尤其在一些不必要的地方 搞这些烂事 原来FBI有个代理局长 原来FBI代理局长 是吧 就是得罪川普 用调查他的什么案子了 川普不高兴了 不高兴 就怕他指使他 他任命的司法部长 就在那个人 在退休前的两天 把人家直接开除了 这样做的结果 就是说导致那个人 领不到退休金 然后你这种做法 咱们说一实话 每个人凭良心讲一讲 他的FBI那些同事 那些涉及的司法部 那些特工们 会不会把川普恨死 你这样 这样就 完全就是羞辱 自己出气的方式 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啊 这种做法 还想让所有人 都效忠于你 太阳从西边出来 你这个美梦 能实现吗 煞逼 就这种智商 还想清理华尔顿沼泽 你说你选票 选票有问题 就说计票不准 就提出 就提出我们重新计票 你提供费用 就重新计票 张水就把所有的 把整个美国大选 都当做阴谋了 都是舞弊的 都是舞弊的 你这样的诉求 谁敢支持 谁能支持你 谁有资格支持你 但是对他自己来讲 反正有好处 为什么 他只要 不管怎么样 这官司只要赢不了 这个世界 告诉自己 这个世界 都是因为 就像 就像这个 郭文贵喜欢说的话 蓝金黄了 蓝金黄了 最后反应 如果要不支持他 最后反应也是蓝金黄了 也是被对方渗透了 也是被中国渗透了 所以糊弄那些不懂的 糊弄那些傻逼们 这可以 真正玩政治的人 哪个是白混的呀 说明你华盛顿圈里 那玩政治的人 随便滴出去一个 当你川普的祖师爷 都够资格 根本就没想 搞这种事 说几实话 根本就没想 正儿把你的打官司 什么都拿着当噱头 多么严肃的指控 什么这个证明 那个证据的 都现在媒体上 媒体上公布 喊着全世界都是 老百姓 说几实话 老百姓不是法官 美国是有法律的 法律是由他行使的机构 是由法院 是由检察院 是由检察官 是由执法机构的 把最严重的罪名 整天挂在嘴上 喊着全世界都知道 全世界地球 全世界人 谁有权利来给你审案子 谁有权利来给你办案子 所以那些挺川的 挺到这个神经失常 谁不挺川 就是敌人 谁不挺川 就是不反共 我今天把花撂在这儿 那些一个个疯狂的 什么挺川的 我告诉你们 不要以为自己 那叫贱心 让别人不知道 人算不如天算 在这个时候 整个世界都陷入混乱 真相 隐藏很深 双方都不想让 说起实话 川普也好 这个拜登也好 其实都不想把真正的真相 让老百姓知道 他们释放出来的消息 都是有误导性 在这个时候 你真正要是有心反共 就不要忘了出心 我们是为了反共而来 而不是为了支持谁当总统 这时候尤其让老百姓 有人做自媒体的 尤其要知道 不要这样的推波助澜 说一实话 于是不但于事无补 反正坏事有余 搞了搞去 是啊 不管川普赢不赢官司 到最后把这个 反共的这个队伍 反共这个队形给扯了 搞乱了 搞乱了 搞得这个互相反目撑仇 这种居心啊 真的叫弃心可诛 好 我们今天不再说这个了 因为不用多长时间 大家能看到结果 大家能看到结果 不是光光这个精神圣力法 就可以的 阿Q 在这儿没有市场 我们继续说这个天数 那因为上期节目讲了 我给大家讲这个输赢啊 结果竟在数中 给大家从这个总统坐车的这个牌 车牌800002 那引申出来的 其实谁能入住白宫啊 已经是数来确定的 数来确定 但是这个话不能 不能直说 不能明说 因为越具体的事 一定越不能说 那就好告诉大家的 就是最终的 大家领会的是自然法则 领会这个法则 领会这个天下大道 领会这个天下正道 不是只是要一个结果 在你看来 那个结果或者有利于你 或者不利于你 只关心结果 大家知道 我认为过程更加的重要 我希望大家都能演算天数 能体会上帝之心 你拿你的心 跟上帝的之心 完成融合 同步 这时候你自然就知道 上帝就会告诉你 让你确定的知道谁能赢 我们今天继续讲数 这个背景图片 是一个电影 叫做灵数23 为什么叫灵数 但这道灵什么意思 圣经也讲到灵 圣经也讲到灵 灵在汉字本意就是神 灵 神也 就这个意思 就是神数 也可以叫天数 一二十三 为什么出来这个数 这个电影 它的设定 就是 这个数 很神奇 为什么神奇呢 有很多个证据 就是拉丁字母 23个 血液 在人体里流转一圈 完成一周天 23分钟 人体有23对染色体 就是第23对染色体 是决定人的性别的 圣殿骑士团 有23个长老 泰坦尼克号 1912年4月15号 沉默 作为世界史上最大的船 就1912 4月15 把这个数加起来 求何数 1加9 加1加2 加4 加1加5 等多少呢 23 23 凯撒一生 遇刺 23次 第23次 把他干掉了 他知道凯撒在历史上 凯撒也是出现在圣经里的 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 水浒传第一个出场的英雄 好汉 108奖里的 九温龙使劲 九温龙使劲的这个牌数啊 23 去年我记得给大家讲过啊 华盛顿纪念堂 就是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这个DC的 华盛顿纪念堂 华盛顿纪念堂的奠基石 下面大大的23 23 1923年 1923年 23 其实严格讲1922年啊 但为什么要搞23呢 都体现出这个什么意思来了啊 给大家看的这个图片呢 也很有意思啊 就我一再给大家讲 就是字母对应数啊 对应数 这个这个就 这个纸条就很有意思啊 他就是 来字母对应数的一个例子 演算的一个例子啊 这个这个字母叫做 KiYLE 分别对应是 1 1 25 12和5 是吧 说算起来 就他得出结果来了啊 就是这个 这个数和数啊 53 31和52 但是下边呢 又是个17 这个17哪来的 17 大家记住啊 17从哪来的呀 这个纸条只显示了一个 按顺序数来计算 从哪得 他得不出17来的 这有来个17 所以今天给大家解啊 讲开啊 讲开 就是和数 啊 11和数是2 25的和数是7啊 12的和数是3 5的和数就是5了 吧 27 35 加一下多少 17 17 然后这下边呢 第二个词呢 是13 第三个词是34 我把他和给他 求起来了 求出来了 首先大家知道 这个17哪来的了 那就第一组词 他的和数是17 但17也很神秘啊 17 是什么呢 是这个 共计会 大家知道 现代共计会 我们可以确定的 有个日子 就是1717年 6月24 创始于 这个伦敦 这共计会的数 就是17 给大家讲啊 继续讲啊 继续讲 17 核数时期 加上他这个值的 这个核 这个数啊 这个总计 53 17加53 等于多少 等于70 然后公元1970年 是犹太利的 5731年 5731年 这就是数的概念 大家记住了啊 数的概念 我们再回到这个 零数 23 23为什么 很简单呀 今天我们不做 其他演算啊 只是 其实这23啊 还有更多的演算 今天不在这说了 我们只说 最关键的几个 给大家做个提示 就是零数23啊 它是 比方说 我们就首先按 黄道的23来算 23天 1月23 跟它对应的呢 就是原规 两个腿对应的 是12月9号 一年的黄道的 反着数 23天 12月9 12月9呢 我们再按这个 这个纸条的 这个 这个规律啊 12啊 对应L 9呢 对应I 大家看到没 我刚才跟大家 做这个比较啊 做这个比划 17跟这个 LI 理 正好是它翻过来 正好是它翻过来 路案小写的话 就是 就是一长一短 长短一样啊 就是一个带点 一个不带点 两根柱子 两根柱 两柱 两根柱子 变成个时期啊 可是1月7 1月7 1月7 对应12月25 然后1月23呢 对应13 和11 就这些 上面这个纸条上 出现的这个数 在这个电影里 很关键 这个电影里很关键 它总的数啊 它的这个顺序 字母的顺序数 加上这个核数 总和等多少呢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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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呢 200就是 两个日期 就是7月19 对这个 6月15 又回来了 6月15 昨天讲了6月15 7月19 大家也是讲过很多次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 要知道什么意思 就明白了 所以我这个 这期的标题叫做 茫茫天树 此中求 领悟天机 得自由 我教给大家好多 解数的方式 这里边又出现一堆树 我也建议朋友们 去看一看这个电影 灵树23 看这里边讲了什么 什么意思 这个电影讲的 跟我之前 给大家讲的这些 这些事儿 有没有关联 其实 我也给大家讲过 我这保存这种 类似这种电影 应该有上千G的容量 几百部电影 上千部电影 其中都有 含有这些东西 这个电影 也讲这个东西了 所有的剧本 所有的电话号 什么门牌号 什么电话 一切东西都是有关的 都是因为最后都是数 原来一个美剧 叫做一贩追踪 一贩追踪 就是说设定了 设定了一种 一个超级计算机 监控全世界 监控全世界 那里边呢 也有一期节目 也有一期内容 是讲什么 讲图书馆里边 有几个女的 原来都是CIA的探员 他们街头啊 就用这种方式 就传递信息 就用这种方式 你看这是字母 但其实它传递是数 但数又翻译过来 又是字母 然后经过各种算法 来确定 这个绝密的信息 像类似的这种用法 其实在很多电影里 都会出现 大家记住啊 都会出现 这就是一种 解码的一个方式 就大家眼皮子下边 一解码的一个方式 好 这个 今天啊 就说到这儿 就说到这儿 就是说的有些人 有些朋友啊 就不高兴 就是好 因为就喜欢听我说 川普 跟顺着这个 有些朋友说 川普一定能赢 肯定能赢 肯定能大赢 怎么能讲 上帝拣选了川普 川普一定会赢 我还真得告诉这些朋友 我这人 我这人一辈子 不干这个事 不干这个事 顺着这个人 迎合某一个人 不可能 不可能 天王老子 这个整个世界 都没有能让我 能做到这个 迎合谁的 谁愿听了不高兴的 你自动 取关我 不管我是推特 还是油管 自动取关 没有意义的 还有的 有的 有的这个 有的傻逼 有的傻逼 还在这儿骂两声 我告诉过你们 谁骂我 你们妈等着瞧 操的妈的 老子不让你妈操 祖宗八代 都跟着妈操 倒霉 老子又不姓李 操你妈的 现在这个情况 越来越清晰了 越来越清晰 我也告诉过大家 不管川普当性 不当性 哪怕就是川普 当了总统 见到白宫里 你看老子怎么收拾他 怎么攻击他 怎么骂他 拜登也一样 拜登见了白宫也一样 不管他俩是谁 在老子眼里看来 屁都不是 该干什么事 就乖乖去干 这个世界上 谁也不欠谁 这个世界上 七十多亿人 没人欠川普的 也没人欠拜登的 每个人都为了 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 自己是什么 每个人都是主 每个人都是神 每个人只有 享用至高的治权 每个人都是 至高的王 为什么要傻巴唧的 傻逼哄哄的 就去听某一个人 去当你的头 当你的领导 有病吗 这是见的表示 见的表现 要这样见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